7月中旬以来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告急 第三波确诊个案持续上升 新增定例接连破百 面对日益严峻的疫情防空形势 香港各界呼吁提请中央协助抗击疫情 早前民建联和工联会 都分别提出要求 提出我们期望 中央政府全力支持特区政府 去做好防疫抗疫工作 大家都知道疫情非常反复 市民现在是担心 香港人手各方面都有限 很难让它这样奋立下去 尽量早点大家一起动手 去解决这个问题 本身香港是中国的土地 中国的一部分 国家肯定会前力支持你香港 中央政府一直高度关心香港同胞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 今年年初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有关部门和地方 全方位多维度法力 支持香港防疫抗疫 一下 国家的等会 政府多好 早前也包括一些批发商去订购口罩 总的数目是达到1,700万个人 7月初香港新一轮疫情爆发后 中央政府高度关注香港特区的疫情变化和防控工作 应特区政府请求继续全力支持香港抗击疫情 7月24日国家卫健委表示 将认香港特区政府抗击疫情需求提供一切必要支持 7月26日、27日香港中联办、国务院、港澳办相继发声 这个是我们觉得非常鼓舞的 希望我们全民团结一致团结互助来扩击这次的病疫 虽然前一段时间听到一些黑医护代表一些香港人 说不需要中央的帮忙 但是他们绝对不代表我们香港人 全部香港人的意见 就以我自己为例 我是非常非常欢迎中央出手帮助我们香港人 中央明确表示 将支持香港提高核酸检测能力 协助建设方仓医院等 只要特区方面有需要 将在医用物资、医疗设施设备等方面提供大力援助 华大已经入场了 中检入场这些全部都是在内地相当有地位的 而且是有一定的经验的 我们现在最基本的一天可以做到最少五千厘 当然我们现在也有个想法 就是再配合其他成绩的改造 希望我们将这五千厘以倍数提升 有博览馆即机场旁边的AWE 那里可以有个千个 最多到两千个的位置 国家经验有神速、火速的速度做到 他有一队专家来香港帮我们做 中央政府和内地是香港的最大靠山 中央为香港抗击疫情提供支持 是对香港同胞的最大爱护 体现了一国两制的优势 我认为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从来的态度都是积极支持 那么香港更是这样 因为是自己的家人 这个当然应该是积极的支持 可行的是中央都没有放弃过我们香港 我们香港人的声音就是 多谢中央、多谢我们的祖国 作为一个香港人 听到中央是会帮手 缩缓香港的医疗系统 我是很开心的 亦都很感谢的 感谢中央帮助香港 中国加油、香港加油 政府已经采取自一月疫情以来 最严厉的措施应对 前线的同事也都奋力抗疫 中央人民政府会全力协助我们 加大检测能力 和设立一所社区治疗设施 只要大家同心协力 我们一定可以再次走出疫境 请不吝点赞这个视频